在国会职权行使法修法三读过后 接下来下一个战场 目前国民党团以及民众党团 是要力推财化法的修法 由于这个财化法已经历时了 相近有25年都没有修订 因此现在包含像是国民党以及民众党 都有提案记得版本 要在周三来召开公听会 并且来正式的展开审议 不过今天财政部长庄翠云 还有主记长来到立法院备询 被问到了目前有没有新政院版本 他们表示由于地方还缺乏共识 不过这样的答案是让国民党 还有民众党的委员无法接受 也带您愉快的关心 我们会在厘清以后 我们会在进去会再开会 所以你给我时间嘛 我2月1号就问你时间啦 你的时间要多久 还要再人运5年吗 只是时间的话 那没有共识的情况下 时间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不早 礼拜三就要开公听会了 这个礼拜就要开始审议了 你再告诉我你没有时间 那现在请问行政院到今天为止 要不要面对财化法在立法院审议的事实 我想大院的审议我们一定是尊重 可是我们必须还是要把相关的指标 到现在这个moment你还是没有对案是吗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分配的公式要凝聚公式 有人说哎呀这个是蓝白何来包围中央 哪来的蓝白何来包围中央 过去民进党 县市首长 我不知道今天的黄伟哲几位县市首长 是不是也认为财化法不要修啦 我希望不要换了一个位置换了一个脑袋 因为过去的赖市长也认为应该要修 不过财政部也坦言 根据国民党的版本 如果中央要来再多分配5000亿给地方的话 可能会对于中央的财政造成一些困难 不过针对周三的公厅会 目前赵伟也是安排了邀请全台县市首长 都可以一起来出席公厅会 来表达地方诉求 并且像是国民党以及民众人表示 之前赖总统在担任地方首长 以及行政院时候都表达要修财化法 因此现在他们也号召包含是民进党的新首长 要一起来推动财化法的修财